政经最前线 无马看中国 我是美国外景主持人 程晓农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 关于习近平上台前到现在这段时间 以及今后 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说挑战 习近平同志 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天亮你好 你好 崇老师 今天我想请您 从您当年的一个光辉记录讲起 因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多数在台湾 他们不了解这些细节 就是当年重庆市有一个公安局局长 王立军突然叛逃 到美国大重庆领馆 然后这件事引发了中共高层一场权力斗争的爆发 导致薄熙来垮台 对 然后你是在你的节目中 很早的就预测了这件事情 而且非常精准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过程吗 因为我想观众们一定很好奇的 是当时这个十八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换节工作 就是胡文要下举习近平要上来 但是明显的感觉到薄熙来对习近平是非常不服气的 我们从薄熙来当政治局委员 就可以看到他在重庆搞仓虹打黑 然后这个包括去弄那些国企 然后搞了很多 就是私企搞了很多的钱 所以那个时候感觉是薄熙来是政治野心是毫不掩饰的 而习近平呢 就我们从他当政之后 这十几年来做的事情 能够看出来 他的水平其实是很糟糕的 那薄熙来肯定是不服气 所以后来当时王立军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有一个很重要的戏 就是王立军当时从重庆跑到成都的美领馆 他出来的时候 他说他要跟薄熙来鱼死网破 其实那个时候 王立军已经是一个卸任的重庆市的副市长 因为他已经不再做公安局局长了 他有什么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把柄 能够让薄熙来最后下台 显然不会是贪腐问题 因为贪腐问题的话到处都有 就看中国想不想搞你 那当时我就感觉到一定是涉及到一个政变的问题 但是薄熙来呢 他是一个政治局委员 他不管怎么样 在军队啊 在这个中共组织体系里面 他的这个人脉还是有限的 作为一个想搞政变的人 如果没有常委这一级的支持 没有军队高层的支持的话 他就是即使政变成功的话 他也控制不了这个局面 他就有可能最后政变成功的话 反而是别人会占他的那个位置 所以我当时判定了 他后面一定有一个 至少是政治局常委 现任或者在任的 这个前任的政治局常委在支持他 所以当时就是从这个地方就考虑说 为什么薄熙来他这么有 就是把握说他要搞政变 现在能够成功 就是背后的那个人支持他 一定是有不得已的原因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说我当时是有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看这个中共其实每一个最高的领导人 他们在卸任的时候 他们都非常在意一点 就是自己留下什么样的政治遗产 毛泽东的遗产的话 一个是建了一个政权 再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 这是毛泽东自己讲的两个遗产 邓小平的话是改革开放和六四镇压 这两个遗产是不能翻案 如果一旦翻案的话 邓的历史地位就没了 对 所以当时其实邓小平之所以把杨上坤搞下去 就是因为曾经红在后面搞 这个就是合纵连横 然后跟邓小平说 说杨上坤要六四翻案 所以最后整个杨家将就全都被邓小平拿下去了 所以对他来说的话 六四是不能动 改革开放也不能动 所以才有92年邓小平难寻 因为当时这个江泽民是想什么样让私人企业家倾家荡产 是那种 那么江泽民的话呢 他有他的政治遗产 江泽民两大政治遗产 我总结了 第一个政治遗产的话就是腐败之国 江泽民第一次开创了让全党腐败 因为那是六四之后的话 大家已经没有政治理想了 那我为什么还要在这个体制里面 那就一定是为了利益 就不是为了理想 一定是为了利益 所以就是说江泽民之后 这个他通过腐败来笼络整个这个官僚系统 对他的忠诚 这个是他一大政治遗产 还有一个他更怕清算的就是镇压法轮功的事情 这个对他来说的话 因为那个时候法轮功在全球各地起诉他 几十个起诉的案子起诉他 所以江泽民担心下台之后 他会这两个政治遗产清算 而据我所知 其实当时胡锦涛和温家宝是有想法 说要把这个托爱法轮功的这个事情停下来的 所以江泽民2002年十六大下台的时候 他当时就一定要保证说他这个政治遗产 要是不被否定的话 他必须保证在政治局常委里面 他的人马是要占多数的 第一个就是贪污腐败的人要是大多数 第二的话就是镇压法轮功有血债的人大多数 所以你会看到当时十六届常委里面 像什么李长春啊 罗干啊 像吴观正啊 就是曾庆红啊 就是贾庆林 这都是他的人 绝对是他的人 大贪污腐败分子 然后的话再一个就是镇压法轮功有血债 这些人几乎都被法轮功在海外起诉过 九个人里面有五个人在这一边的话 江泽民就知道他的政治遗产是可以保得住的 他必要放心 那么后来等到2004年 他卸任军委主席之后呢 他也会考虑就是2007年世纪大的时候的话 怎么还能保证他的人马还在里面 那当时江泽民他和这个政治局常委中 他们就做了一个约定 就是江泽民之后无核心 一个人管一摊 这样的话就是说 只要政法委和这个宣传部门抓在他的手里边的话 他就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翻的 所以罗干下来之后就得找一个 跟罗干一样曾经被法轮功起诉过的 镇压法轮功特别狠的人 所以就是周永康 周永康他其实履历是非常奇怪 他从石油部门到公安部 对 非常奇怪 一天警察都没当过 然后就当了公安部的部长 然后后来又去做常委 那这个周永康下来之后的话 政法委到底由谁来接 就是能够继续延续这个迫害 其实当时非常理想的人选是薄熙来 而薄熙来的话 他的想法是他想当总书记的 这个人其实野心无限膨胀 他就没有什么 没有上限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当时这个明显的看到 他搞那个唱红打黑 绝对不仅仅是为了当一个 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常委 一定是奔着总书记的那个位置去的 在包括在重庆当时打那个就是什么灯光 什么博书记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吹捧 吹捧他就明显的是为当总书记造势的那种感觉 所以当时我想就是说薄熙来他要上台呢 其实当时也是因为双方有一个平衡 因为本来胡锦涛是希望李克强和李源潮接班 当时双离体制接班了 李克强当总书记 都是团派 对都是团派的人 然后这个江泽民他是希望薄熙来能够接班 但是薄熙来因为在党内的名声很差 据说是党内侧评到处第一 然后当时他跟这个中共高层很多人关系很不好 因为他太嚣张 是 包括他当时当商务部长的时候跟吴怡一块出国 把吴怡的奉斗都抢去了 后来吴怡就是说一定不能够让薄熙来在北京待着 当了政治局委员的话也得派到外地去 所以扒到重庆去 所以就是薄熙来在党内的人 人望也不好 名声也很差 然后这个人有心特别狠 他这种心狠的话 我觉得是让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很害怕 温家宝很担心薄熙来如果一上台的话 会反而会把胡温抓起来 就是作为一个立威的一个手段 这可能性是存在的 非常大 我觉得他到重庆去之后 你看他整汪洋 他就是搞汪洋的黑材料 然后他当时搞政法委 他为了让王毅军能上去的话 他把文强给枪毙了等于是 文强是枪毙还是注册毒针 我不记得 反正是最后枪毙了是吧 所以就是说 你感觉就是他是一个手特别狠的人 对 而温家宝从来不去重庆 就是跟薄熙来的关系很糟糕 所以他也怕薄熙来上台之后的话 他有麻烦 所以呢就是说 最后双方达成一个妥协 就是说不是薄熙来这边接班 也不是双立体制接班 就是团派和江泽民最后两边都没成 最后就把习近平给弄上来 那我觉得薄熙来是非常失落的 这个我们可能看过很多报道 我也会非常失落 所以薄熙来他就想把 当时是有一个计划 当时是我们是封闻有这样一个计划 但是看起来的话很真实 就是准备在 薄熙来当政法委书记 两年之后发动一次政变 2014年的时候把习近平搞下去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之后 就是抓什么周永康啊 包括这个像郭伯雄叙后这些 不可想象的两个军委副主席 一个政治局长常委被抓 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 当时我主要是从 第一个是江泽民要保他的政治遗产 他想要薄熙来 第二个觉得薄熙来很嚣张 他要搞政变 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属于在 中国历史上的话 这绝对是一个抄家灭门的事情 就是你搞政变的话 绝对抄家灭门 那那个时候习近平他想抓权的话 他有一个非常迫切的人 就是需要做的工作 就是必须要立威 如果你不能够立威的话 你完全控制不了政变 那如果你只抓一个政治局委员 显然是不够的 因为当年像胡锦涛也抓过陈良宇 但是胡锦涛并没有因此成为 一个强势的领导人 所以就是说 你不抓到政治局常委这一级的话 是不够的 所以我当时就感觉 如果习近平他真的想 坐稳这个位置的话 不抓一个政治局常委 他是感觉就是 而且是一个要害部门的 对 刀把子嘛 而且其实国安部也是在 正法委的下面 然后包括武警部队也是在 正法委的下面 调军队的话可能还困难一点 调武警的话是很容易的 因为有那个维稳的需要 所以正法委书记一个电话 就可以调打批的武警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对 这个在任领导人来说的话 还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包括其实这个情报部门也好 特务部门包括警察 他们情报又很零 所以他如果想暗杀你的话 那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只要上面暗杀你完了之后 能够控制住局面的话 那就把你干掉 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当时就感觉 周永康是会出事的 那个王立军进美领馆 是2月6号晚上的时候 我是在2月13号的时候说 周永康会有问题 很早很早 当时就觉得抓那个薄熙来 什么时候抓呢 觉得最合适的就是开两会的时候 一到北京马上就控制住 然后就讲准了 所以果然这两个事呢 就是被我猜中了 所以就当时就有这么一个 就一系列当时这样的推断 我什么时候觉得抓 那时候我在 我记得我在3月份4月份的时候 一直在说要抓周永康 找周永康 我到了5月份的时候就不说了 为什么到5月份就不说了呢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抓周永康的话 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后面需要有一系列的这个人事安排 要跟上来才能够在18大开的时候 能够胜利召开 之前需要有一个很动荡的时间 然后的话还要清洗他整个这一套人马 这都是需要花时间 然后再把自己人填进去 到5月份的时候 胡文还没有动手 我就觉得抓周永康的时机错过去了 要抓的话 那就只能是后面了 但是薄熙来这个事情 就当时我觉得是 因为那时候已经发生了 对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用你上一次预测这个薄熙来的命运 和这个周永康的命运 这样的这个思路和框架的话 你觉得说现在习近平在20大要继任 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之后 他会不会遇到类似的挑战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曾经红来说的话 如果20大之前 他如果不能够发动政变的话 他就没希望了 其实2015年的时候 本来好像要抓曾经红 因为当时就出来一些什么中纪委 你不是发那个文章 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 对对对对 然后反腐败没有铁帽子王 那时候周永康已经被抓了 所以你再说没有铁帽子王 他还肯定在想 你到底在说谁 而且那时候传言说 王岐山已经跟曾经红谈过了 所以当时2015年的时候 感觉习近平要抓曾经红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没有动手 突然之间这个事就停下来了 我记得当时曾经红有一个秘书 叫施智红 湖北的 他是从湖北开两会的时候 然后记者就问他 庆亲王是怎么回事 他当时掏出一张纸来 然后的话念了一段 他事先写好的一个稿子 就是讲关于庆亲王的事情 就大家不要捕风捉影 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敏感的记者 其实已经知道曾经红可能会出事 要不然的话 施智红原来是曾经红的秘书 所以他不会出来就是护主这种 这种非常迫切 而且就是明显是有备而来 就知道会问这个问题 才实现准备立场纸 所以当时就感觉好像是 就是曾经红要出事的可能性是非常大 但是到了2016年 当时我大概计算 因为如果你要抓曾经红的话 江泽民一定会死死的挡住 抓曾经红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江泽民就是他的后台 是他的后台 而且江泽民的政策 基本上都是曾经红做的 对 所以江和曾是连在一块的 我那时候想 如果2017年开这个就是十九大 然后如果要是之前要动江和曾的话 至少得有一年以上的时间 我觉得2016年如果不动的话 2016年已经就有点晚了 我觉得2015年 整个那一年过去没有动他 我觉得好像这事又过去了 又跟当年那个曾经红那事情差不多 所以后来我也就没有再说这个事情了 因为那时候其实罗干也是好像有麻烦 那时候罗干有很大的麻烦 然后曾经红有很大的麻烦 那现在的话 我觉得对于习近平来说 我感觉好像当时他是和曾经红 达成了一种妥协 就是曾经红不给他捣乱 让他十九大连任 修改宪法 然后可以无限期连任 其实对于习近平来说的话 他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就是说当他打了这么多江泽民 和曾经红的人的时候 他等于得罪了一大批人 对啊 他很危险 他如果下去之后的话 那些人如果反扑的话 他是非常危险 所以其实呢 他当时是有两种可能来解决他的问题 第一个可能的话 比如说他如果 咱们现在只是这么天马行空的这样想 这是沙盘推演 对沙盘推演 如果他能够当时结束共产党的统治 然后呢就是这个走向这个中国 就是走向民主化 他就是中华民族的大功臣 过去所有他不管做的什么事情的话 一定会得到新政府特赦 就像或者是他像戈尔巴乔夫一样 移民到美国去 他也就他也就安全了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有人问我说 说曾经红是不是会加把抓这个江泽民和曾经红 他是不是会做这事 我当时就说 他如果不抓的话 他是给自己埋了一个雷 对他就有可能会完蛋了 对会一定会炸到他自己 那还有一种可能的话 就是他抓权到死 这样的话别人不会 没有机会去清算他 所以这两条路 一条是光明大道 另外一条的话 就是他自己给自己 等于是最后选了这边 曾经红的话 等于是也把他引到这边来了 那就是曾经红说 曾经红那时候我想相信 还是有很多的势力 因为他做中共部长 他是提拔了很多他自己的人 就官僚系统上还有很多他自己的人 所以呢这个 曾经红当时应该是想 就是说我支持你连任 你抓权到死你也放心了 就我也不可能再搞你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可能妥协了 然后的话那时候当时很奇怪的 就是刚刚开完了人大 完了这个马上一个多月之后又开那个会 完了之后就修改宪法 然后就习近平连任这个事情 这事之后的话 那二十大习近平肯定要连任 嗯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习近平 他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比较稳了 嗯 再过就是因为过了十年之后 曾经红那个体系的人呢 没有如果没有被提拔上来的话 如果不是被习近平没发现 完了就是就提拔上来的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 曾经红基本上来说 就没有再也没有什么实力的地方 对 所以曾经红其实现在是很危险的 嗯 因为这个毕竟当年参与政变一见之仇 习近平要不报的话 我觉得也挺奇怪的 所以就是说 呃 习近平就是 那他现在就是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就是在二十大之前动手 一种是可能二十大之后动手 那我们就完全杀盘推演啊 二十大之前动手呢 现在有点晚了 我觉得 嗯 对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一动曾经红的话 其实涉及到一个 怎么跟全民交代的问题 然后再一个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 还是要清洗他这套 嗯 这套这个系统的问题 呃 这次这段时间 其实出了那些案子 傅政华 孟宏伟 嗯 孙力军 这个都是政法系统的 对啊 都是应该讲都算是 那个曾经红的人 曾经红的人嘛 对 因为当时算不算是在清 在 扫了曾经红的外围呢 呃 已经到核心 他的核心 对 但是但是扫这些人的话 我觉得 你从他的这个批判的这种调子来说的话 感觉好像是 后边还有事 因为他有一个当时抓这个公布 抓傅政华的时候 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说傅政华加入孙力军团伙 我我让您是不是记得 我看到 我记得 孙力军是一个副部级干部 傅政华是一个司法部部长 他人家 首先就是政治团伙是什么意思 对 对 就是说 而就是你特别奇怪的是一个正部级的傅政华 会加入一个副部级的孙力军的政治团伙 一个副部长怎么会有有足够的影响力 让正部长来投靠他 投靠他 对 很奇怪 就说明孙力军上面一定是有人 对 而且整个那个大批判的调子说是什么 政治野心极度膨胀 嗯 呃 就是基本上来说 不把曾经红放在眼里 就不是不不把 秦敬平放在眼里 对对对 基本上来说的话都是这样的调子 当时抓孙力军的时候是公安部连夜学习 嗯 然后这个传达 然后说拥护这个抓孙力军的决定 嗯 就你一看这个如果不是政变 如果仅仅是贪腐的话 不会是这样的动作 然后包括把孟宏伟从法国骗回去 一个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个director 就直接骗回去抓起来 就非常奇怪这一系列操作 所以他们后面一定是他们政法系统的团伙 当时而且是说要肃清周永康 呃 就是 遗毒 遗毒 当时是说朱永康孙力军 好像什么孟宏伟他们是连在一块 说肃清他们的遗毒 嗯 所以他们等于是 从中共的宣传上来说 是把他们绑在朱永康的战车上 所以跟当年的这个政变是一定有关系的 那朱永康已经下去了 为什么还要抓他们 就说明他们背后那个根没有拔掉 就是你觉得这个根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根一定是在曾经红的一个地方 还在曾经红 因为做作为他们来讲 这些人来讲的话 他一个副部长 他即使政变之后的话 他完全控制不了局面 就是没有一个退休 在任的或者退休的常委来支持 就是像江泽民曾经红这个级别来支持他们的话 我觉得他们是你搞完政变的话 你突然之间就乱了 就他们自己都可能会 就是渔崩得利了 嗯 因为东汉的这些西汉的时候 当时不是他们想搞那个政变 就是那个桑红阳要杀那个霍光吗 嗯 当时是那个上官杰和霍光 这他们都是府中大臣 然后他两个人关系搞僵了之后 上官杰当时就想设计一个政变的计划 把霍光干掉 嗯 他当时是找了一个叫燕王刘建的人 说让那个人说你来支持我们 我把霍光干掉之后 你来当皇帝 嗯 燕王刘建就来了 其实他们的计划是 连刘建来的时候把刘建一块干掉 嗯 然后让上官杰当皇帝 这是上官杰的儿子 上官安策划的一个 嗯 这个可能说的有点复杂 就是说 其实就是 欲望相争 俞翁得利 就是如果只是孙力军 他们在搞政变的话 嗯 说不定这时候 后边就会出来说 他们搞政变 把他们干掉 然后我来 就是很有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因为他们完全控制不了局面 嗯 那你觉得哈 以孙力军在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的影响力和手腕 嗯 他能够用这一点有限的力量 用军队的话讲 就是都是拿手枪的 嗯 没有重武器 嗯 他能政变成功吗 这个真的也挺难的 除非中央警卫局里面有他们的人 对 我觉得这是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嗯 我现在就是中央警卫局好像是局长换过 好像是 然后 你知道又换回来了吗 又换 我不知道 就是胡锦涛是在留下的一个局长 卢清 曹清 曹清 还是卢清 曹清 好像是 胡锦涛那时候中央警卫局长 就是曹清 然后还有一个副局长 嗯 习近平是先后把这两个人都换掉了 调了一个军队 调了两个军队的人 对 接任正副局长 嗯 现在曹清是没他的事了 对 但是曹清被呢先拿掉了以后又提拔一个原来中央警卫 就是老人担任副局长 然后把原来副局长提成正副局长 把这个这个这两个老人从中央警卫局清走了以后换了两个野外野战军来的军官 对 分别担任政府局长 对 我当时也以为说习近平用这个办法控制了警卫大全了 嗯 大概是半年前我看到的消息是习近平又把那两位踢走的人请回来了 恢复那两个人的正副局长职务 习近平把两个已经踢走的警卫局长拉回来 嗯 求等于是求他们替他掌管中南海的这个警卫大全 嗯 现在怎么是说习近平觉得他靠了那两个被他踢走的局长副局长警卫大全反而安全了 还是他不得已被迫这么做了 这个其实我 我感觉就是如果要搞政变的话 还不是说仅仅是警卫局长或者副局长是谁 因为底下真的要有人暗杀你的话 谁都可能 谁都可能 对 你贴身的警卫都有可能被特办 看到多维被关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吃惊 嗯 我也很吃惊 多维他的理由是他没钱了 他用的理由叫做因为新闻调整的原因 对 结束版面 但好像是跟香港说他好像是亏了几十个亿还是多少 这种是可能的 对 但是对他来说的话其实就钱不应该是个问题 还有就是 如果曾庆红安排的国家安全部那些小金库 中金库 对 在海外藏着钱能够用的话 对 养多维三百年都够 对 没错 而且就是还有就前段时间那个花样年处出事情 嗯 就是曾宝宝最后他那个花样年就是债务要违约 如果要是曾庆红还在的话 也不会 扶他是很容易的 对 就感觉曾庆红失事就是感觉好像没控制 慢慢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你看孙立军跟傅政华他们的履历的话 跟镇压法轮功关系非常大 孙立军是曾经做过一局的局长 嗯 就是 什么 镇宝 对 然后他做过26局的局长 就反邪教局 嗯 其实就是610 就是对 就做610的副主任 其实他就是干这个 对 当年那个谁 呃 B10有一个叫从中央电视台调过去的那个中央电视台的副台长 然后调到610做就那个人他一首导演的那个天安门自焚 嗯 自焚的 假案子的那个人 那个人的话 当时他出事的时候是2013年年底 如果没记错的话 嗯 当时就感觉好像是罗贯要出事情 因为他绝对是那个片 那条线 因为那个人他的履历也特别奇怪 他从中央电视台的台长突然之间变成了公安部的副部长 完了之后就在政法系统中就开始上去了 就是跟周永康特别像 嗯 就明显的感觉好像是 有人在提拔他是专门让他干这个事情的 就是因为这种调动实在是太奇怪了 就他一定是曾庆红的人组织部考察 完了之后的话把他调上去 所以整个这一批我觉得像孙力军呢 像傅政华这批人的话都是 绝对都是就是当时曾庆红埋的棋子 嗯 现在被发现了 我觉得对对曾庆红来说真的不是一个好招头 那你判断说 既然曾庆红的位置 曾庆红的位置已经越来越弱 他这些主要的干将陆续的被抓 是不是意味着说 国安系统公安系统内部的曾庆红势力 正在大清洗 包括像多维这种小爪牙喉舌 对对喉舌都是在被清洗 都在被清洗当中 那有没有可能离二十大这个几个月了 在这个中间 预测可不可能发生曾庆红的 那个大麻烦来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习近平 他能够保住自己的安全二十大能连任的话 他连任之后处理曾庆红 比连任之前处理的可能更从容一点 因为到那个时候的话 一个是所有的人 其实换届之后的话 曾庆红就更没有可以着力的地方 对干将都没有了 对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 习近平有充分的时间慢慢弄 把它弄下来 但是有的时候你觉得 习近平这个人做事情真的是 有的时候你觉得他特别的轴 就是做事情就是你像上海封城 可能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他有的时候他会往后退 就是像前段时间他搞碳中和 最后突然之间全国大停电 他说OK好 进进口煤 本来澳洲的煤100万吨 在海上飘着都不让你靠港 后来一下子又11月份 进了一百几百万吨澳洲的煤 然后包括教培的这个事情也是 好像是几乎是全部封杀 突然之间又放了一点点口子出去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他好像会有一点灵活性 但有的时候他又觉得他做事情特别特别的 就是不计后果 所以他的这个性格太复杂 我感觉 我总的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个预判 就是说二十大之前习近平的继任 应该不会再有更大的实质性的挑战力量 对对对 我觉得应该没有 然后残余的挑战力量 有可能在二十大之后 对 开始对他构成某些东西 他有可能会他有可能 我觉得曾敬宏会就是说收拾曾敬宏这片的人马 再一个的话呢 还有一批人 我觉得他们会逐渐的被边缘化 就是就改开这一派 改开放这一派 邓小平当时搞这种就是干部 叫革命化 年轻化 知识化 专业化 就是这提拔了一批人 像朱镕基 温家宝 胡锦涛 李克强 其实也是汪洋 汪洋他们都是这批人 对啊 这批人其实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所以他们其实这改革开放的话 还是要维护 所以他们在党内的话 也是有一股势力 这批人 只不过他们 虽然就是说位置很高 但是真正就是说掌握 硬核的那种军队 拿刀把子就没有 拿刀把子政法 这种都没有 这方面没有的话 他们就通过整个组织体系 想做点什么事的话 人家不听你的 对 不听的没有用 但是我觉得习近平可能在 就是二十大上台之后 可能会有可能会带动中国 进一步向左转 这个包括甚至可能出国 都会有加以诸多的限制 然后对资本 已经开始限制了 对对对 现在是已经开始限制了 对 护照不能换新了 对 他以后可能会 那现在他还是以疫情为由 但是我觉得他以后可能会 就形成惯例 对 以后可能会更限制 那你觉得说 这个习近平过去这几年来 一直在通过这个中纪委 还有监察部 在推行反腐 那么这反腐的过程 也是清理政治一己 那么这个这种做法 就以反腐推动政治斗争 然后以政治斗争 来巩固他的个人权力 削弱他的敌对方 这个做法到二十大之后 你觉得他还会继续推进 还需要继续推进 我觉得他如果要抓 真的要抓到曾经红这批人的话 还是得以反腐的名义 要不然他没有别的 不能以政治名义 对不能以政治名义 再有一个我觉得江泽民 其实今年已经90 他是1926年了 好像是 他就快100岁了 对 和僵尸不远 有可能习近平也在等 江泽民 可以给老江留个面 对 因为前一段时间好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七一的时候 两次 一个是头一天的 就是那个庆祝晚会 和第二天天安门 江泽民都没出现 非常奇怪 但朱镕基也没出现 我觉得朱镕基可能跟习近平 关系很僵 我感觉 就是香港的事情 让朱镕基非常恼火 我相信 简直就是打朱镕基的脸 我觉得就是朱镕基当时说 香港搞坏的是我们的责任 就当时讲了一番很动情的话 香港搞成这个样子 朱镕基肯定很生气 然后 但朱镕基好像去了第二天 七一的时候去了 去了一次 七一的时候 天安门上他去了 然后这个 但是基本上就全称黑脸 胡锦涛也基本上全称黑的脸 就是这就只是为了党的纪律 感觉就必须要出现 但是江泽民没有去 如果没有去的话 那就是两种可能 也可能江泽民身体不行了 另一种可能的话 就是习近平就是 暗示江泽民 你就逢来了 你别来了 对你就是不行了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 就是会给江泽民面子 你都不知道背后 说不定王毅军什么这些 不是孙力军什么之类 不知道怎么大家知道 江泽民还在那 在操作什么事 习近平可能很恼火 曾庆红出现了没有 我都没印象 好像有出来 他天安门那次出来了 头天晚上 曾庆红是很需要出来的 对 他得安定他那些残余团队的心 对 他头一天没出来 第二天出来 对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习近平他二大之后 一个是从容一点 也可能在等着江死 或者是干什么 这个我们只能猜测都有可能 那么习近平将来对官员们 你觉得他二十大以后 是可能加紧反弹的压力 还是他没有必要再反弹了 我觉得二十大之后的话 他还是想加紧 我感觉他会抓紧 这个反弹的力度不会放松 当然这只是一个借口 但是实际上的话 就是因为如果你控制不了钱的话 很多事情还是控制不了 钱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没错 甚至可能是一点小钱 就能干很大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对金融这方面的控制 肯定会进一步收紧的 而且就是说 他如果真的收紧有钱的话 他不知道怎么什么杠杆操作的话 他就能够给你在金融上造成很大的事情 股市比如说暴跌或者是 你讲重吗 突然这两天就在暴跌 对 还有或者什么企业 跌破两千八了 现在中国的媒体报道说 主要是疫情催到疫情口上 其实华尔街这边的消息是说 是外商在撤资 对 大量的外商在撤资 这个撤资应该实际上是一个大潮 对 他们今后会越来越多资金撤出去 对 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对习近平来讲是越来越不利 是 会有大量的失业 越是到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习近平越得把钱袋子要抓在自己的手里边 要不然的话 因为他维稳 要大笔 是拿钱来维的 对 其实 养军养警 对 哪怕是像金正恩这种人的话 他都会给身边的人什么送粮奔驰啊什么之类的 就笼络他们 我觉得习近平等到国内越来越没好日子过的时候 他身边的人他反而需要花大量的钱去安抚他们 而且我觉得我感觉好像是今年下半年如果曾敬宏他们现在还有能够实力的地方啊 如果在这个公安部门这边已经抓了像孙力军是孟宏伟被抓了之后傅政华被抓了以后 曾敬宏如果还有能够实力的地方的话可能在金融体系他可能还做一点事情 对 因为像贾清林他们当时那些人 就贾清林的女婿李伯潭嘛 像那个什么江志成啊什么就是这批这批人的话 他们是拿了他们受缘很多很多的钱 对 他们可能还会行风作浪 那你觉得说这个习近平现在在政法系统这边摁住了以后 嗯 他有没有可能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提前去打台湾去 我觉得 他是在财力积累够了以后才去打 还是说看眼看的财力越来越不行了 嗯 那我干脆再不打就财力更没了 嗯 然后就提前打一个这两种可能性有吗 我其实一直觉得习近平不大会打台湾 你觉得不大 我都不大会打台湾 对 这个就是乌克兰这个事情其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就是而且前段时间安倍讲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日本有事就是美国有事 所以他如果打台湾的话 其实跟俄罗斯一样面对着全球的欧美国家的围剿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其实我觉得习近平本人 我并不觉得他是一个放心别人的人 因为你要真的动打台湾的话你得把枪交给军队 你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要是有人政变失控调转枪口的话你怎么办 这事情我觉得很难就是在于 我以前曾经讲像东晋的时候 就当时有一批人像像祖替这批人要北伐恢复中原 当时中央政府的态度就是南京政府的态度就是绝不支持你 因为如果你北伐成功的话你威望太大了 你回来就当皇帝了 所以像什么环文北伐 像这个就是很多这种这种这种流域北伐之类的 中央政府绝不支持 而且巴不得你失败 你失败之后的话我才能控制得住局面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说他要把军队真的把枪交到军队手里边的话 他是不是放心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是中共在美国这边有打量的钱 这次普京一打乌克兰的时候 普京的亲信的钱在美国全都冻结 如果习近平要打台湾的话 中共也贪官在美国 我都不知道他们二奶三奶什么在这边的话 儿子孙子几万亿美金 几万亿美金都有可能 突然间一下冻结的话 这些人跟习近平就翻脸了 我觉得过去的话 有没有翻脸的话 他能不能构成对习近平威胁 我觉得如果势力大家都觉得咱们要跟他干的话 就是如果普遍形成这样一个 就是你不让我们过 我们也不让你过了 就是大家都翻脸 鱼死网破了 鱼死网破了 所以我觉得我曾经感觉 如果习近平要打台湾的话 你应该看到大量的中共的贪官的钱 开始应该从欧美撤出去 然后看到他们的子女 什么二奶之类的回国 什么之类的 或者怎么样 否则的话 他们如果没出现的话 我觉得也不会打台湾 我感觉打台湾 其实前面有太多的制约的东西 习近平当然这个人非常愣 就是说 搞什么碳中和 打击什么教培 你都觉得好像毫无道理 突然之间赵薇一夜之间就不见了 什么薇雅一夜之间就不见了 你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他有可能会做出一些非常愣的决定 像封城这种决定 但是我觉得打台湾这种事情 对他来说 他一定会考虑政治后果的 对他来说 他打台湾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连中共的江山都打丢了 是有可能的 你这句话好像有意思 打台湾会打丢中共的江山 对 对 这句话我们 可以今后留作一个尺度来观察 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打台湾的可能性特别小 就是因为他从个人的性格特点来看 和就是说政治后果来看的话 我都觉得他打台湾可能性很小 当然我也可能有猜错的时候 就像我原来我一直在讲 普京不会打布克兰 因为他打布克兰的话 他亏大了 他亏大了也大 所以有的时候独裁者怎么想 你真的有的时候很难猜 要不然他就不是独裁者了 对 你真的很难猜测 他如果是个聪明的独裁者的话 你还可以猜一猜 他如果是一个特别愣的 特别 二浪子就没辙了 真的没法猜 谢谢你 天亮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 你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趣的分析 关于中共高层的这些复杂的权力斗争 一般人只能是物理看花 你的分析 他是给了我们很多很清晰的一些判断的线索 看什么因素 看什么关系的关联 还有哪些事情看什么征兆 这些我们都学到 谢谢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会喜欢这个节目 喜欢张天亮先生刚才给我们介绍这些 我们希望的今后 很经常请张天亮先生 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解惑 谢谢大家观看我们节目 谢谢张天亮先生 非常荣幸 谢谢 再见 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